不是只是一个人在讲 而是神的声音透过这个仆人来讲 神要告诉我们 这个乌干达的命令 要改变了 我说这一个国家的命令 要改变了 我来到美国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生命的这个使命 要被改变了 因为我曾经看到神透过 哈雷路亚 你听啊 他来到这个讲台这里 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先知 你就不怕谁会想要杀你 你猜到什么事 他说我宣告 从今天 当我在回到乌干达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个政权 它在压制百姓 就会离开政权 失掉政权 我说天哪 当生命里充满了惧怕的时候 能够站起来讲神要讲的话 都很难 所以撒旦常常用恐惧 来压迫他的百姓 恐惧 恐惧 害怕 害怕 害怕改变 害怕 但你知道吗 时间到了 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有一天 我们从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出来 我们在这个 Kampala这个城市 在那边游行 一百万人在各个角落 我们高举耶稣的旌旗 我们高举耶稣的旌旗 我们说每个地方都兴奋 我们说魔鬼这个城市属于上帝的 这个国家的城市是属于神的 我们祷告 我们禁食 我们等候 Kampala这个城市的气氛 改变了 直到现在 你可以从Kenya这个国家 当你进入到乌干达的领空 气氛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突破 在我国家 在我国家 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他们觉得很羞愧 他们没有重生 真的 不告诉你 不说谎 很久以前 我们感觉很羞愧 但现在 他们没有信主的人 觉得很羞愧 很久以前 百分之五的人 现在 百分之六十五的基督徒 你知道吗 如果耶稣在职业 如果他明天不回来 我们要把每一个乌干达人都带进这个国度 在我国家 很多的人都进入到这个国家 成为十几年 他们都很多的政客成为基督徒 是的 他们进到我们的布道会 他告诉我们 阿拉是回教徒的阿拉 我告诉这些人 我说不 阿拉不是那么伟大 月亮不是那么伟大 神伟大 我们的神伟大 他说不不不 他说我们相信科兰经 我们说等一下 神的话 他说你知道耶稣 这回教说这耶稣 他只是摩罕默的一个兄弟 我说待会儿 他说你不要这样子的 他说耶稣 你不是耶稣的亲属 只有我们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亲属 我问这些回教徒一个问题 我说 穆罕默从死里复活吗 他说哦哦 突然间 他们就这么做 他说如果这个男性 可以听你来 可以讲话 他不能够听 如果你的神能够让他能够讲话 我们就信耶稣 你说神怎么讲 他说好 成交 五分钟之内 你猜什么事发生 那个不能说话的 不能听的女孩 不能走的 他说妈咪 因为耶稣 你猜什么事 你猜什么事 然后在回教徒开始 他说你 他说你 如果你说这个人可以等一句 你就要信主 你所看到的神 是一个神神 让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被人家挑战 你有没有去一个布道会 结果整个场会被炸弹炸了 我们在一个聚会 在讲道 他们就放置一个炸弹 我们在呼召的时候 就大家在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 那个炸弹就爆炸 死了 他们就说宣告耶稣是主 四十个人就被炸死 他们在天上 因为我眼睛有看见他们 我们是面对这样的事 在我这个里有一个印记 我有很多这种的 很多的这个逼迫 但你知道吗 因为耶稣 我还活着 我不是在讲 一个我不认识的神 我是在谈一个我所认识的神 今天晚上我要留给你的问题是 你饿吗 当你回到你的州 你的国家 你还饿吗 当你回到家里 你能够禁食七天吗 可不可以把食物从你冰箱都挪走 让你只放水 没有别的 对不起 教会 我要结束之前 我们要祷告 属灵的气氛 你现在说有的 要被改变了 要准备被改变了 让我这么说 有没有听到气候的改变 这个温差的改变 温室效应 我们所听见的 会影响这世界 你也要在灵里面来看这些事 所以我就为了刘牧师感谢 神给他这一个 今年特会的主题 从破碎到自由 从一个地方 是一个被搅扰的地方 能够进到你的命定里 从你的生命的一些情况里 得到一个得胜的情况 在你生命里 当我们谈到气氛 我们谈到气氛